先把消化這件事你再講清楚 聽一下 我要蓋個房子 假設我需要鋼筋水 請問我的鋼筋從哪邊來 把你家房子啊 那不然就是綠馬啊 舉手把你 哪一種 去哪邊買 去材料 或者你可以蓋工廠 可以做 OK 自己做 怎麼做鐵 怎麼做鋼筋 煉鐵對不對 怎麼煉 然後直接去 區域比較煉頸數 可能是那些人會煉多 對 簡單來講我告訴你們 就是從山上這塊石頭裡面還有鐵 把這些鐵融出來 把它融出來去煉鐵 變成鋼筋 那簡單來講是從山裡面挖 那如果說山裡面已經挖不夠了 很貴了 怎麼辦 我可以去拆房子 把這房子的鋼筋拆下來 再重新融掉 再把它煉成鋼筋 就可以再用 對不對 這叫做重新使用 對不對 這叫做回收使用 我們在吃飯也是一樣 我吃進去的植物 這個植物細胞會進去我身裡面 被我的細胞給打爛了 打爛了之後會有另外一個細胞 會有另外一個蛋白質 另外一個酵素 把它再合成我要的鋼筋 然後去把我的身體的細胞 變得更強壯 或者是讓我的細胞變得更強壯 複製嘛 複製需要材料嗎 不然你細胞怎麼複製 不是 你說複製就有一個頭 你說要多做一個鋼 不是多做一個鋼 多做一個細胞 這個鋼呢 比細胞小很多 酵素比細胞小很多 酵素蛋是細胞的可能幾萬分之一倍 很小很小很小 這個鋼的效果都可以產生新的 把那些材料再合成新的材料 這材料可能說我這個細胞 這邊破了怎麼樣 你換上去 這個牆壁破了 我把這邊換掉新的材料 你修補個細胞 你修補個細胞 你可以讓細胞脖子留一點 可以讓細胞強壯一點 所以如果累 所以可以加牛油去台風 把那個牆壁摧壞 所以需要更多人才要 對啊 沒錯 譬如我們家台風來了 把我的窗戶給吹過了 我要去買現在的窗戶來裝對不對 窗戶你看 窗戶需要窗的光是鋁合金 鋁合金也是要練鋁 我需要玻璃 玻璃要從砂子去生產 去做成玻璃 這些都是從材料再長出新的成品 再把它補到我的牆壁上去 對不對 這整個過程當中像細胞一樣 所以簡單來講 細胞更簡單的是 我吃進去別的細胞 然後把它拆爛 變成我細胞裡面的材料 這樣懂嗎 這就是分血跟消化 然後被有洗手 不是 我沒有說把玻璃 是舉例嘛 對房子來講 一樣的是玻璃跟鋼筋 所以房子把玻璃跟鋼筋吃掉 你一定要這樣解釋嗎 你沒有辦法對比我剛剛講的意思嗎 嗯 有修憶嗎 我覺得我沒有解釋我這樣 好 那我們要懂你 這個鋼筋 仔細聽童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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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啊 玻璃什麼的東西 就是在外面 有沒有 被房子搬進來的人 就是那個負責學房子吃東西的人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把鋼筋什麼的材料 從我們那邊送進來 就像是沒有東西吃下去 對 然後這裡面來以後呢 把它弄成這個房子可以用的東西 把它撞進去 就是把它吸收了 但是過程當中我們人 就好像是那個鎂之酵素一樣 我們負責把房子拆爛了 我們負責把房子裝清起來 你看喔 你看所有這個食品 你看它後面都有營養成分 有沒有 它也比如說我裡面有糖啊 有鈉啊 有蛋白質啊 有脂肪啊 什麼什麼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材料 都是材料的餘分 它進去我們身體之後 直到它變成 它現在這裡面不是以細胞方式存在 它裡面變成材料了 脂肪越高就變肥 有可能啊 有可能變肥 因為如果就是材料 把它變成脂肪 脂肪呢 就在你身體裡面啊 對不對 就讓你變肥啊 對啊 沒有錯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在第九題裡面 細胞分裂的過程當中 哪一個是確保你原來的特徵 哪一個可以確保 就是這個過程嗎 這個鎂呢 它負責把這個DNA做複製 所以DNA被複製完之後 你分成兩個DNA 你DNA到兩個細胞裡面去 都擁有同樣的DNA 所以這個細胞跟這個細胞 都會長成原來的細胞一樣 欸 不怪啊 蛤 為什麼不會 不會一模一樣 不會一模一樣 什麼意思 那還是會有別的改變啊 為什麼別的改變 那是突變吧 突變的機率很小 所以大部分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講的是細胞分裂的過程 大部分是一模一樣的 細胞突變的機率非常非常小 但是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 像你看現在流感 每年流感都會出新的型的流感 舊的型呢 可能被你的疫苗給殺死了 然後就出新型 那新型的怎麼出來呢 細胞突變 細胞突變的過程當中 它產生一個 對你現在的疫苗會抵抗的新的疫苗 因為新的病毒它不會被殺死 就無法抵抗你 你舊的疫苗就沒辦法抵抗它 你就要做新的疫苗 你就要開發新的疫苗 所以每年新的疫苗都會再推出新的疫苗嗎 什麼都每年新的疫苗都會推出新的疫苗 每年都會推出新的疫苗 不好意思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無性生殖 什麼是無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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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就是不需要交配的生殖 不需要交配的過程 因為動物 動物也有 植物也有 交配呢 就是在交換配子 什麼是配子 我們還沒有講到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課本這邊 哪邊講解釋交配 我們看課本的第一支一節 它講細胞分裂對不對 對 接下來我們講一個減速分裂對不對 什麼是減速分裂 這個是很慢很慢的分裂 不是 你沒有看課本嗎 同學 那個裡面的藍色底會減 為什麼會減 好簡單來講 同學 細胞分裂的藍色底複製 來看這裡 細胞分裂的藍色底複製 喂 對 來看一下這裡 看在這裡 細胞分裂的藍色底複製 它有個消化鎂在這邊 有個鎂 這個鎂呢 它會把這邊的基因 複製到這邊來 會把這邊的基因複製到這邊去 它複製了對不對 可是呢 藍色底在做減速分裂的時候呢 它這個鎂 不做複製喔 它只把它拆斷 直接把它切掉 它只把它切斷了 切了它 切斷了它 它就把它切斷了 所以出來的藍色底會變什麼 就是沒有分解喔 這只有單邊而已 它只有單邊的藍色底 它只有單邊的藍色底 它只有單邊的基因 只有單邊的DNA 只有單邊 它沒有兩邊 懂意思嗎 懂意思嗎 懂 懂 真的懂意思嗎 簡單來講 我們的DNA 我如果說不要螺旋畫 我們畫這一條 假設這邊是箭頭 箭頭對箭頭 箭頭對正方形 箭頭對圓形 箭頭對正方形 好 這裡面的三角形 正方形 圓形 三角形 都是基因 對不對 我現在有一個複製體在這裡 我複製的時候呢 我下來就要拉鍊一下 我把拉鍊拉開對不對 箭頭已經讓拉鍊 要把拉鍊給拉開 跟拉開的同時呢 拉開的同時 我們是不是就分開成這樣子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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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三角形 這邊 現在是球形 現在是正方形 現在是三角形 但為什麼它那個 跟原本畫的不一樣 三角形 三角形 正方形 好 我這個拆開的時候呢 這個染色底在拆開的時候呢 我同時間 這邊做一條出去了 這個會複製到它 所以我這邊做個三角形給它 我這邊準備做另外一個三角形給它 給這個用 同樣的 我這邊 展出去的時候呢 我這邊做個三角形給它 這邊做個正方形給它 好 這就是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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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鍊拉開的同時 這個拉鍊那個 拉鍊那個頭啊 同時也會複製一個 跟它一模一樣 跟對面那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是呢 減速分裂是這樣 減速分裂 直接把它切開 直接把它切開 它不複製了 直接把它切開了 這個切開之後的這一塊呢 跑進去一個細胞裡面 跑進去另外一個細胞裡面 這就叫配子 這叫配子 OK 所以差別在這裡 這叫配子 配子的染色底 是正常來切開的多少 一半 只有一半而已 它只有一半而已 一半 只有一半 對 只有一半 那一半不是 二分D 對 二分D的量 只有二分D的量 只要那兩張 好的 那我們先講有性生子好了 有性生子 就是說 有性生子就是 就是當父親的 父親的配子 父代的配子 跟母代的配子 結合在一起 它結合在一起之後呢 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完整的啊 是不是 它就變成完整的DNA了 所以它就完整個體 長出來就是像個人一樣 對不對 爸爸是人 媽媽是人 長出來就是人 爸爸是狗 媽媽是狗 長出來就是狗 對吧 好像在繞口那樣 對 好像在繞口那樣 好 就這隻 有那個東西呢 有可能 白心喔 應該 基本上 你的DNA路 不是很相近的話 很難結合 很難結合 有這個歷史 譬如說 獅子跟老虎 它會生喔 獅子跟老虎 有時候 他們的 就是公獅子母 公獅子母老虎 結合的話 有些動物 他們會讓他們交配 生出來的 就會長成一個叫獅虎的東西 或是母獅子的東西 那 但是它會長出來 它長得有點像獅子又有點像老虎 會有點怪怪的 蛤 對 鋁子跟馬的交配會長出爐 對 鋁子跟馬的交配會長出爐 鋁子跟馬的交配會長出爐 它怎麼沒有人試過 一個人都 可開 沒有人要 沒有成功過啊 可能有試過 但是沒有成功過啊 我覺得沒有吃 因為人 那天氣是怎樣 然後就大部分都覺得 什麼人類的交配 然後就 然後就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 那蜜蜂會生喔 蜜蜂會生啊 蜜蜂怎麼出來了 蜜蜂是軟生的 蜜蜂交配啊 蜜蜂 蜜蜂是什麼生的 欸同學蜜蜂是什麼生的 欸 軟生喔 軟生喔 軟生 大部分的婚種是軟生 大部分婚種是軟生 大部分婚種是軟生 我聽成軟生 軟生 軟生 所以 有性生子是做配者交換 那配者交換就是經過交配的過程 它產生一個配者交換 那 以動物來講是通常是以交配的方式 那 以植物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是類似像花粉啊 水空飄散啊 它這個 雄尾的那個花粉飄到 池蜂的柱頭上 它就會跑進去它的脂肪裡面去 就會形成交配 跟它的軟生交配 好 那無性生子比較簡單 無性生子怎麼做 就是把自己裡面都收到樹枝一樣 然後丟進去 你講的單細胞無性生子 單細胞無性生子其實就是一個細胞分裂 分裂的過程 可是多細胞生物的無性生子呢 多細胞生物的無性生子怎麼做 多細胞無性生子怎麼做 多細胞無性生子怎麼做 你一定有經驗啊 我們譬如有些樹你把那個樹枝砍起來 插到水裡面它會活 沒有 你沒有經過沒有經歷嗎 沒有 有些會活嗎 這叫插枝啊 有經過插枝嗎 插枝 插枝 插枝不是插枝 插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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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把樹枝 你可以試一下 像那個 像茉莉花就很容易插枝 你把茉莉花劍一段 茉莉花的樹枝剪一段 插圖裡面 在春天的時候 它容易又生根 又會發芽 就增大了 請問你這個茉莉花的樹枝剪下來 插圖裡面 這東西有沒有交換配置 沒有 沒有 什麼叫沒必要 沒有交換配置 它沒有交換配置 所以你這個插圖裡面 撒出來的新的茉莉花 跟原來茉莉花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又要壞掉 好好笑喔 是這樣嗎 什麼叫做壞掉我聽不懂耶 同學 你可以知道就講 不知道可以先聽聽看 先聽聽看別人怎麼講 不見得要講 好不好 你講一個 你可能知道答案 或不知道答案 講一個很好笑的一個結果 沒有意義 我們插枝的樹枝 如果長大之後 長大的這個樹枝的DNA 跟原來的樹的DNA 跟原來的樹的DNA 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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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一樣 是一樣 一樣 為什麼一樣 因為它是由 那一棵樹裡面的 結束其實很短 那一部分 那一段 擁有這棵樹裡面 所有的東西 是基因 基因 對 他用我所有的基因 對不對 我這棵樹 Hectomy tree 我問一下 這棵樹 這棵樹裡面的 這棵樹裡面的 這邊的細胞 跟這邊的細胞 樹也有細胞 廢話 你們上學有沒有觀察過植物的細胞 細胞植細胞 有觀察過植物的細胞嗎 問一下 這邊的細胞 跟這邊的細胞 它的DNA也不一樣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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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很長的一條 很長的一條 很長的一條 什麼意思 怎麼說它很長 蛋液體 蛋液體的長 蛋液體的長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又是樹嗎 蛋液體 蛋液體再長 它都在一個細胞裡面 它不會生出去 它都在那個細胞裡 蛋液體很長 也是在那個細胞裡 它繞成一個 砸起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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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像樣 對 但是這個細胞 跟這個細胞的 忍者龄不會連在一起 對吧 它獨立的細胞 可是這個細胞 跟這個細胞裡面的DNA一不一樣 一樣喔 你看喔 原來的一顆種子 你看過植物的種子沒有 看過植物的種子沒有 有啊 看過 看過喔 你吃橘子裡面就有種子嗎 種子就是一個細胞 芭樂有啊 芭樂只能撐下去 種子就是一個細胞 一個種子就是一個細胞 你說 為什麼有人很喜歡出去發大指 然後我身上不會發大指 只會胃霜拉霜吧 有這個例子喔 曾經有人不小心呼吸啊 它吸到一個鬆出的種子 在國外有一個例子 那在種子在背裡面就發芽 那發芽那就很痛啊 那很痛就開刀啊 那奇怪怎麼會有什麼病 找不到病人 就開刀啊 把那個樹給拿出來 長一個樹 就長一個小樹 已經發芽了小樹苗這樣 很厲害喔 那這樣它不是要穿透嗎 它不會穿透啊 它沒有陽光啊 它也活不久啊 可是又卡在你背裡面 你就不舒服啊 會痛啊 當然會痛啊 它就是因為痛才看醫生啊 你一樣你吃的植物 你如果不小心它停在你身體的話 它是有可能發芽的喔 可是一般種子它不會停在你身體 是因為你身體的細胞 你的消耗系統一直在蠕動嘛 它一直往下推起來 所以那就讓你肛門旁邊抬出去啊 對不對 可是你呼吸 旁邊 你肛門旁邊 我聽不懂你做什麼 你剛剛說肛門旁邊再推出去 肛門旁邊 肛門旁邊 好 肛門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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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種子 一個種子 它可以長出樹苗 它可以長出樹苗 它可以長出根 請問一下 這個種子長出樹苗 長出葉子 長出根 它在做什麼分裂 在做細胞分裂 是細胞分裂吧 細胞分裂是會產生同樣的DNA 還是不一樣的DNA 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DNA 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DNA 有沒有可能產生不一樣的DNA FSHOE 它也是時候 啊為什麼 長出在身體裡面會發芽 因為它停留在肺 那邊吸進去 在肺會停留的 肺會停留的 阿卡 不是還要陽光嗎 發芽不需要陽光嗎 發芽不需要陽光嗎 你吃 你把一個蒜頭放在冰箱裡面 它也是會發芽的 對啊 真的 你吃那個 你有沒有吃過豆芽菜 有 豆芽菜 在長的時候 是沒有陽光的 好棒啊 為什麼 因為它吃一根陽光 因為它有陽光的話 它就不好吃 它變粗粗的 然後它變很粗的 然後它變很粗的不好吃 它吃一粗的 好 這個植物種子啊 它在發芽的過程當中 它長出細根 長出細的葉子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講過 這是一個多細胞生物對不對 它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它要靠細胞分裂 要 要吧 那細胞分裂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DNA 不會啊 不會 基本上不會產生不一樣的DNA 細胞分裂怎麼產生不一樣的DNA 因為你看細胞分裂在這邊我們講的 課本上已經講 就叫做直接是染著你複製 染著你複製到另外一個細胞裡面去 所以它的基本上 你複製前跟複製後的DNA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模 除非突變 對除非突變 但是一般來講 你看這個複製什麼突變的話 它長出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葉子啊 跟這個 這個複製一模一樣的 後面複製的植物越長越大了 植物越長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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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面的葉子 它上面的葉子 跟它長出來的根 一樣的細胞 這個葉子的細胞 葉子的細胞 葉子的細胞 跟根的細胞 就變得一模一樣 一樣喔 變得是一模一樣的喔 接下來要把這個樹枝 我把這個樹枝砍下來 我就插到植物裡面去 請問這個樹枝的DNA 跟上的DNA 一模一樣嗎 一樣喔 只有樹枝就繼續長根 它繼續長大 這個葉子怎麼辦 凋零 它可能凋零 它可能凋零掉下來 這個樹枝長大之後 請問這個樹枝上的DNA 這個葉子上的DNA 跟原來這根植物的DNA 有沒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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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樣 所以這個整個生殖過程 這生產過程叫做 有性生殖還是無性生殖 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 無性生殖 無性生殖 都是一模一樣 它是紫性生殖 它就是直接複製過去的 簡單來講 誒 陳瑞啊拜託 你不要一直看他們 怎麼都聽不懂 你坐到這邊來 你坐到這邊來 終於 你一直問 你各位就沒在聽 然後我就問的時候 就講一些 剛剛講過的名詞 然後就講個 講個顛倒的結果 那到底是 然後就結論你聽不懂 你哪有聽不懂 你就沒在聽啊 啊 古奇怪 所以這樣子 就是動物的無性生殖 這植物的無性生殖 那動物呢 像蜗蟲 我不知道 蜗蟲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抓到蜗蟲 你們如果有機會 看誰可以抓到蜗蟲 抓到蜗蟲 蜗蟲是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再解釋 你說 蜗蟲 他就是 切一半 然後 頭有頭和尾 然後 頭那一半是擋住尾巴 尾那是擋住頭 對 這下禮拜我給你們看影片 這個蜗蟲很厲害 他不只這樣 他不是切一半 他每做時間 他們把蜗蟲切七段 他切了七段之後 他變成七枝 他切七段 每一段都可以長出七枝 所以重生殺不死 殺不死 這種基本上殺不死 那如果用胃酸殺死 是不是 胃酸 有可能可以殺死 但有可能殺死 因為這種低冷凍物 它施應力很強 所以那有些 有些寄生蟲 有些寄生蟲 你吃進去肚子裡面 它會讓你身體長大 像聽說以前 以前那個衛生條件 比較差 有人吃進去那個肥蟲的 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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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肥蟲 肥蟲 在身體裡面長 它最長 有的可以長到一公尺長 你看那個長多的嗎 對 他會怎樣 他會吸收你氧嫩 他會不會讓生 他不會這樣 你讓你身體的小腸 有多少 身體的小腸 身體的小腸 我記得九公尺 大概四公尺以上 身體的小腸 有五公尺嗎 四公尺 可能有 四公尺 那它就是在那個小腸裡面 就跟著小腸繞得繞去 它最長可以到一公尺一長 以前的肥蟲 我聽過是有 那個肥蟲被拉出來 是一公尺長 很可怕 肥蟲會斷掉嗎 有可能會斷掉 那其實就是 我沒有真的看過肥蟲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找怎麼樣 我們可以查一下 可以查一下 不要 然後有些肌生蟲 有些肌生蟲 它會隨著你的血液血管擴散 然後它譬如像 我知道 看那個 Discovery 不是Discovery 它有領級 它講醫療 它就在腦裡面 它長到 它隨著血管擴散出去 擴散在腦細胞旁邊 結果它就這樣長大了 它在腦裡面跑來跑去 所以那個人就會 好痛痛痛 或是覺得身體麻痺會發痛 因為它壓迫到你的神經 所以 有些肌生蟲 所以它一定要拔出來 對 或者要消毒 所以說這個蝸蟲 它吃進去 會不會被胃酸殺死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你的胃酸殺了死 所以你不要去吃它 沒有 它煮了熟 煮了熟 當然可以煮了熟 所以 一般來講 蝸蟲講在哪 蝸蟲是在水裡面 一般的 有些蝸蟲 它 一般來講 它很難殺死 所以只要有蝸蟲 它養蝦子 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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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蝸蟲 基本上賴魚養不活 因為蝸蟲很容易把魚吃掉 它會黏到魚身上 就會注射一些 會麻痺 麻痺的東西 然後就把魚分解掉 有點像蜘蛛 蜘蛛吃蚊蟲怎麼吃 就黏在上面 就黏在到蚊蟲 這樣就吃掉了 熟悉可有的查到 怎麼樣蝸蟲 對啊 長這樣 蚵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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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蚵蟲超可愛的 我看一下 你是蚵蟲還是蚵蟲 蚵蟲 蚵蟲 蚵蟲長這樣很可愛 三腳蚵蟲就吵了 蚵蟲 蚵蟲它 蚵蟲它 蚵蟲它會很容易去把蝦子 蚵蟲吃掉 對 但是把蚵蟲做成 做成碎粉 還是可以吃掉 不一定 做成碎粉你就吃掉 可是你很辛苦 還要把蚵蟲睡成碎粉做 蛤 你要去走 他很不錯 你要抽一抽 他要抽一抽 他要抽一抽 欸熊悉超噁 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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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吵 羊哲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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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著 喝掉 泡掉 :「你會說了一隻小年的蝦魚嗎?」 我不知道 他就是 沒有這個情形 如果帶得出 幫幫忙一隻波橋 有沒有可能切到蝦牛 不知道 不知道 那胸葉蜆蜂會不會出 ere 蟲蟲 超過 Raptor 蟲蟲蟲 肥蟲我不知道 真的那有什麼肥蟲 我不知道 好了 那個蟲維 reconnect的手衣裝飾 好噁心 沒有空可以查一下 但是這種機能動物喔 很容易死 它生命力很強 它生命力很強 它很容易死 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牠不容易被一槍斃命 牠不容易被一槍斃命 牠打哪裡 牠打哪裡 因為牠基本上沒有分化很完全 所以牠每一塊都可以分化成其他部分 所以牠只要被砍斷 牠可以分化成尾巴 牠頭被砍斷 牠可以分化出一個頭 像海星也是一樣啊 海星不是 你們這邊切斷了 牠這邊會長出新的 那我想知道海邊嗎 海星也是這樣 牠會複製出來 所以這都是無星生殖的一部分 現在叫做什麼 叫斷裂生殖 所以蝴蟲可以切成100 什麼 蝴蟲可以切成100 什麼 蝴蟲不叫給斷裂生殖 這種生殖方式啊 同學 這種生殖方式叫做斷裂生殖 斷裂生殖 斷裂生殖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把它切斷了之後 牠會長出來 這叫斷裂生殖 那如果像我們斷裂生殖的動物 牠會裂出說 我不知道 牠會裂出來 你去查 那那個蝴蟲可以切幾段 我看過最多切七段 牠是七百段 我不知道 七十段 你可以試這個 我不知道 這樣現在你去試也100段 我不知道 這裡可以試試看 好 這叫斷裂生殖 但是 但是像我們如果說 修育跟老爸放腳步一起去看 你再接受 我不知道 就是要試啊 你可以試啊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切七段知道牠會活 因為已經天上看過了 所以 你要切十段會活 我不知道 切一百段會活 我不知道 你說 牠生殖多快 那切了七段就好像隔了兩禮拜長 隔了兩禮拜 隔了兩禮拜 那 像 像 像 聽說 畢虎 畢虎的尾巴不是在斷掉嗎 斷掉會再長成青的尾巴嗎 蛤 牠不是有時候要針脫 對 針脫 牠就是斷尾求生嘛 丟尾巴給你看看 尾巴在動 那你丟那個細尾巴注意 然後牠那隻 西藝本那把烤掉 那尾巴跳跳跳跳跳 可是尾巴丟完不會再長出來 這算不算 算不算 斷裂生殖 算不算 不算 為什麼不算 因為 因為牠一掉出來的東西 並不會再成為一個個體 沒有錯 那個尾巴不會長出一個新的西藝 對不對 那是不是因為牠蛇 蛇被那個 就是 就是 剩肌肉 牠還是比較有趣 對 牠隻肌肉在扭牠 很有趣 譬如我簡單來講 我的手 我如果在那邊破皮了 這塊皮會長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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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不會 也不會 所以你要覺得說 奇怪 在某些動物牠還可以做到 譬如像青蛙 有人說青蛙的腳斷了 牠會長出新的腳 牠蝌蚌 蝌蚌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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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單來講也可以講說斷裂伸直跟再生能力有點類似 但是不一樣的結果 再生能力有跟我們講的 再生能力就是說 譬如說我的尾巴斷了我可以長出新的尾巴 我的手斷了可以長出新的手 再生能力 再生能力手不會長出新的個體 否則手如果可以長出新的個體的話 那你就要說斷裂伸直了 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主體 修一個手指在裡面動 譬如說假設這是一個主體 我看不到 這是一個主體 一個生物的主體 我如果這邊斷掉了 斷掉之後呢 斷掉之後呢 它會再長出一個新的個體 這個也會長出一個新的個體 這叫做斷裂伸直 它實際上簡單來講是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是一樣重要的 簡單來講是一樣重要的 可是如果說 這次叫做再生的話 這一半呢可能就死掉了 死掉完了之後呢 它長出一個新的馬虎企海 這叫做再生能力 那這時候這一塊呢 就是說這邊比這邊重要 對吧 比如說 它就有重要的失分了 這很想笑你在笑什麼了 好 好 好 接下來就有 所謂的細胞分裂的過程 跟無形增值 因為大家都嚴肅了 所以講難一點 什麼啦 所以講難一點嗎 講難一點 我都聽不懂 講難一點 你們 你們沒有在聽 怎麼聽不懂 有在聽得懂 沒有在聽得懂 沒有在聽得懂 我聽得懂 沒有別人笨 可是因為妳很聰明 我不聰明 我只是比較愛生物量 妳很聰明 所以妳聽得懂的時候 就跑去干擾別人 我沒有干擾別人 所以太窮了 那每次都在聽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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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拜託夏日三個 不要跟窮了在一起 可以嗎 我沒有 因為妳干擾她 我沒有干擾 妳確實干擾她 我看到非常遠 妳看到非常清楚 不要 不要 去去去去 不要 不要 妳很聰明 幫妳坐到旁邊去 好好地學習 妳如果說 我講的音樂 就是懂得太舒服 好不好 因為妳去跟她講話 她根本沒在聽 我沒有跟她講 然後她不會有講說 生物很難 不要不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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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去去 我去 我去 我去跟妳講 我去跟妳講 好嚴肅 耶 哇 因為一直被干擾 慢慢的人會有情緒 對不起 不能這樣 太棒了 好 一直被干擾就慢慢就有情緒 情緒就慢慢越來越嚴肅 好 好 那 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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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沒有配合 都沒有配合上來 因為該交的作業 該做的預期 都沒有配合上來 我就會想說 我就會開始搞成這樣 所以第一堂作就已經很難度 第一堂作還沒有就能做 沒有 第一堂作我覺得 沒有 好啦 沒關係 我們這三堂作就能上來 那種感覺啦 那種感覺啦 沒關係 我太胖了一點 之前 我來面試的時候看到 所以以外是個非常非常 寬熱的人 欸 欸 欸 修飲 好 那個 等一下 我們 我們 你們那個 生態品的部分 有些要重做 有些要放棄了生態 你要重做 應該要重做 我們可以直接放棄 放棄什麼意思 放棄就不要做 沒事 不要做 所以我還有在忙 我覺得還是做一個 你不要做太複雜 我跟你講 你的生態品太複雜了 你不要太複雜了 我又要四種生物 欸 但是整體看起來有點複雜 有點擁擠啊 我們說放置 我們可以把它放來擠擠的 你可以看一下 來 過來是不是開藥了 快點開藥 不要推著椅子過來 把手過來就好了 然後還可以推過來 基本上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有活下來的生態品 你看這已經快三個月了 中間這棵植物呢 有活得很好 所以像化牛型羊 這棵植物死掉 因為這個是老的精 一般來講是草生植物 就是活了一段時間的 旁邊這棵呢 這棵呢 旁邊裂也開始死掉了 但是它前面還在發芽 所以這棵就OK 那中間看好 越來越好 可是你可以想 你可以想 你看到說 這個生態品裡面 它有沒有很複雜 它裡面生態其實很多 它裡面大概有 看得見的 至少有八種生物 哪有八種 它有蝸牛 有田螺 草的部分呢 草的部分就有一種 兩種 三種 我記得有放了四種草 還是入洞草 入洞草 那裡面還有 那個水掌 對八種生物 但是沒有很複雜到它長不起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算是比較乾淨 它大概只有三種生物 我看到三種生物很清澈 它已經放兩年了 它之前有放蝦子跟魚 蝦子跟魚都死掉了 它就現在這樣子 但是它至少它很清澈乾淨 我覺得很乾淨 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乳洞 這個它就是 這個也快養人 因為它就是 它裡面都有一些青苔 一些藻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水掌 水掌有一種 它是放一種水掌 那裡面一定有微生物 為什麼一定要有微生物 裡面一定有微生物 為什麼 養餓 不單是養餓的問題 知道說餓餓花泡 沒有錯 植物生長需要餓花泡 如果它沒有任何動物的話 沒有任何微生物 它早就死掉 因為它需要微生物 所以它們如果沒有餓花 它們就往生掉 對 沒有錯 所以你看 這也是一樣 這一個呢 這一個 這個一開始 我都覺得它快死掉了 可是它有活下來 像這個 這個又死掉了 這個又死掉了 它的植物全部都死掉了 它現在直接要清開 清開 我觀察 為什麼才知道這樣 它的微生物都死掉 它的微生物都死掉 它實際上 事實上應該是說 一開始我的微生物太多了 微生物太多了 多到呢 它的養分 或者是一些 養氣量不足 養氣量不足 養氣量不足之後 微生物先死掉 微生物死掉之後呢 沒有二氧化碳不足 之後就跟著死掉 可是這些比較低的 不用像這個青苔 它就活下來 青苔就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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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基本的都死掉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生態磷 欸秀逸 我可以 我現在手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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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你看看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誰 這是 我老師 對 好清楚 他放了很多魚 他放了五隻 事實上是五隻魚吧 五隻 但是我估計 早上他現在蓋起來 應該是 三個月到半年 一個魚就死掉了 因為魚食物可抖 而且空間太小了 空間太小了 但是沒關係 可以觀察看看 我養燒魚 那你看像這樣子 這樣子 基本這樣還是OK 就是 其實如果我要接的話 是魚可以再燒魚 人家養隻魚就好 不要太多魚 然後 隨場呢 也可以稍微少一點點 這樣不要為觀察 這樣不要為活動 好 好 OK 一個禮拜應該可以要蓋起來 這個 可以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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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 可以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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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一下這個 這水 這水 你蓋起來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基本上 它現在放法 跟放紙的沒有差別 放水 這是水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差別嗎 洪姐 因為你基本上水已經滿了 當作要放血的意思說 我們可以有保養一段 入針 保養一段水針 可是你現在全部都是裝水 裝到那裡 沒有什麼 沒有必要 沒有放血的 我沒有意見 我覺得是你自己決定 你要放血的 OK 所以 這個部分 目前看起來 還OK 為什麼 不知道 我一直要跟你講 你想要不要亂的理由 不要一直隨便講 好不好 不要一直隨便講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有一個 剩禮拜一 有去控制 剩禮拜一 剩禮拜一 你覺得這一點怎麼樣 不知道很破壞 為什麼 我都被捏著去注意 什麼叫沒有特別注意 沒有好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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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你覺得下面是滿足嗎 滿意嗎 我覺得還不錯 還可以的 所以你繼續觀察 好 那繼續觀察 就要每天觀察寫記錄的話 為什麼綠竹都那麼精臭的 那麼髒 你看喔 你看像這邊 你自己決定 雖然其實還好 我跟你講喔 你這個植物上 有太多的那個 那個什麼 綠窄 所以它上面都很黃黃 有沒有 你的那個水草 上面都很黃黃的 對啊 在這邊慢慢清 沒關係 就是這樣子 有一段時間 它慢慢的淘汰掉了之後 它經過一個淘汰 它就會不見 它就會長出新的葉子 好 OK 好 就先放 那個本來就完整蜜蜂 因為我那時候才放一隻 我一把這個蜜蜂 它在角度裡面蜜蜂 所以我那時候才放一隻蜀蜂 那它蜜蜂 這樣蜜蜂很容易長 那它蜜蜂很容易長 呃 其實 你要觀察 你要觀察 你要看一下 就是你放在角度 像那邊霧霧的 你不容易觀察 你搭在角度嗎 我覺得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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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姨姨在那邊有點慘喔 她的魚已經死掉了 我不知道 我大概在那裡 因為她做的是水深的啊 可是她那根水是放太少的啊 對 妳是水深的水太少 我知道 我的魚啦 我太少了 妳看這個植物也死掉 妳的魚已經死了嗎 對啊 妳這個標籤 我都不是... 妳相信我們現在的泡水可以把它放掉 泡的蠻多的 那妳這樣妳要怎麼做 好不好 待會兒不做 欸 修理 我這個意思是 我都得怕 對 親一下 我靠你 她很小欸 親一下 光你不是光你嗎 是我 這裸蠻 我嗎 她的 這裸蠻還是一般的剪辱 一般的剪辱 就哪個剪辱 這裸蠻還是一般的剪辱 這樣要把 不是... 水深喔 對 對 不然那個白白白 欸 那個不錯喔 那還是... 不錯喔 不錯喔 吃素的 不錯 好 同學回來一下 同學 哈囉 所以我們要拍她的嘴巴 不然不錯了吧 不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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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魚的 所以他要把它看起來 發生 發生 發生很夠 不要發生 不放棄 就我才會擦掉 好可憐喔 我就看你放棄 我會擦掉 欸 那我擦住 我這裡有兩個 有兩個 有兩個 有 那是要三豬 那是問我 那是你的 是我的 請把他截下來 好啦 欸 同學 請坐 那個... 生菜瓶喔 還是... 把它做完 然後 我有新... 我有玻璃瓶喔 在這個抽屜 就下面那個小抽屜 玻璃瓶 欸 用 坐下來 灌層 白癡喔 休一條客戶 我建議 因為到目前我只看到 同學都做的是 水生的為主 我建議是 有人可以做陸生的啦 陸生為主打水 人家有一點點水 一定要水 沒有水你也可以撕開 沒有水應該就死掉了 然後 你如果做一些陸生的 不可以做一個對照 陸生的 我看到那個 基礎上就是人家 活了30年的生態體 它基本上是 算陸生 好 那裡面只有一點點水 那大部分是... 請問它 停這麼大 可以... 那可以放一槍嗎 我沒一下就放 陸生的就不太放魚 陸生的放魚 魚 壁死 應該會死啦 壁死 應該會死 我們來追了蝸蟲 蝸蟲 蝸蟲 不知道我會不會把蝸蟲吃掉 我不知道 應該不知道 蝸蟲跟蝸蟲成就掉了 我不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 那應該是蝸蟲 有本是蝸蟲 然後 你做生態體的觀察 事實上 我覺得可以 看到一些... 熊愛 手機收起來 好 你可以看到一些生命的現象 生命生長的條件是什麼 可以做分析研究一下 你去觀察 我不太會罵人啦 但是我現在是會不爽 好 那所以 坐下來 哈哈 罵人 我可以聽到 坐下來是罵人 坐下來 坐下來 那是罵人 坐下 好 你可以觀察 生態體的部分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事情要做 還有一個事情 養 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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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蟲蟻 養蟲蟻 對養蟲蟻 我們講過養蟲蟻 我們講過養蟲蟻 好 所以 所以你們 欸 所以我要放很多 你們去抓一兩隻蟲蟻 大概兩隻 兩隻 那可以找什麼抓 來 那個 那個 乾淨的玻璃瓶 像那種乾淨的玻璃瓶 那種乾淨的玻璃瓶 同學講 乾淨的玻璃瓶 欸 你們要先把它放在那邊 聽我講吧 乾淨的玻璃瓶 記得齁 你這時候蓋子就不要蓋 沒關係 因為它應該跑上 但是前提是你土要裝滿 土在裝三分之的底下 二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共 所以你要講 什麼 三分之一共 三分之一有點太少 三分之一 下這個瓶子你三分之一太少 三分之一太少 但是至少要三分之二 我剛剛講多少 三 我剛剛講多少 二到三 什麼叫二到三 三分之二到三 不是啦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然後呢 你放一些土進去 放兩隻放兩隻進去 你說拼度這麼小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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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沒有辦法好好擺這句話講 把土放進去之後呢 放蚯蚓 蚯蚯蚓放兩隻到三隻沒有關係 這麼大的瓶子 就不要放這麼長的蚯蚓 好不好 那估計一下放下一點沒關係 其實蚯蚓放進去之後呢 水要有點濕 不能太濕 要有點濕 你說 會不會缺一切是兩分之一 不行 不行 就你放進去之後呢 土要有點濕 土要濕 濕到什麼程度 濕到什麼程度 大概土的三分之一吧 不行 好 不要太濕 就是你可以看到土是有點黑色的 加水 那 如果你現在去挖那個土 基本那個土就是夠濕的 你說 那加水的時候也會咬過 不用咬過 如果已經放就能不能咬 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呢 你定時要餵點食物 餵什麼食物 麵包 餵新的土 豬魚 餵新的土 不要你餵什麼 你可以把植物 植物結一點 植物 植物 譬如樹葉 不要用豬魚啊 你會發臭 果皮 就把一些樹葉或果皮 減碎減爛的丟進去 倒在上面就好了 然後它慢慢會 那如果真的倒進去 你可以稍微轉過來沒關係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一直查看我的臉 你可以把它現在倒過來 因為這個瓶子有點 就是 倒過來再倒回去 就讓它稍微蓋過那個 蓋過那個植物 懂的意思嗎 蓋過那個植物 讓它蓋起來 然後你慢慢的這個 植物也會爛掉 它就有東西可以吃 大概每個禮拜 加一點點植物進去 讓它有一點點植物在裡面 OK 那不知道 要看你的植物怎麼成長 好不好 那植物是哪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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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要幹嘛 炒了要幹嘛 炒了要幹嘛 炒了要要是 我忘記給他食物了 你不是負責飾你記得嗎 他咬蛋 十字 所以這玻璃瓶怎麼用啊 他們怎麼用 炒了